大家好 我是憲 近期我開設了一個叫做現實Vlog的頻道 用來與玩家們分享我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趣事 希望玩家們可以幫我多多訂閱支持一下喔 大家好 歡迎收看現在玩什麼 我是憲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的作為是月之河畔 玩家在遊戲中將在月亮河旁開闢疆土 目標是透過土地的規劃以及夥伴們的幫助 打造出生機蓬勃的農場 這是一款簡單好上手的板塊拼放遊戲 遊戲連續2到4人 遊玩時間30分鐘左右 那麼事不宜遲現在就來帶大家認識這款遊戲吧 規則出一本 雙面的玩家圖板4塊 農場組8個 土地板塊96塊 雙面的夥伴標記20個 牛32隻 地貌獎勵板塊2個 沙龍板塊1塊 計分子1本 遊戲有兩種遊玩模式 基礎以及劇本 在設置的部分 差別只在於玩家板塊使用的是哪一面 在基礎模式 玩家將玩家板翻至5角色的那一面 在劇本模式 玩家將角色板翻至有角色在左下角的那面 拿取玩家板上對應顏色的一個農場組 將牛放置在一旁備用 將沙龍板塊放置在場中央 將夥伴標記洗混以牛仔麵朝上 放置在沙龍板旁 並且翻開5片至於沙龍板上 將所有的土地板塊洗混放回遊戲盒中 形成土地供應堆 從土地供應堆隨機抽取4塊 以數字大小依序排列 如遇到數字相同時 則是以開出順序排列 排列完後就翻至正面 決定遊玩順位 由起始玩家開始 輪流決定要將自己的農場組 放到哪一個土地上 每一塊土地都只能放置一個農場組 在三人遊戲時 未被玩家選擇的土地 將會被移除遊戲 都放置完農場組 並且該移除的土地也移除後 再從土地供應堆隨機抽取4塊 以數字大小依序排列 如遇到數字相同時 則是以開出順序排列 排列完後就翻至正面 接翻至正面後 遊戲就可以開始進行了 玩家的回合順序 由農場組的放置位置來決定 會由放置土地數字小的玩家開始 輪到你的回合時 依序執行三步驟 第一步 將農場組所放置的土地拿回來 第二步 決定土地的使用方式 玩家將土地拿回來後 可以有兩種使用方式 第一種 存放在玩家板上的暫存區 在基礎模式的每位玩家 都是固定有三個暫存區 在劇本模式 每位玩家的暫存區數量 才會存在差異 第二種 將兩塊土地合併成一塊地貿板 進行農場的擴張 在農場的擴張上有幾點規則 第一點 每位玩家的農場 放置範圍為5x5 不可以超出這個範圍 第二點 土地板塊一共有六種地形 分別為 沙漠、峽谷、草原、森林、玉米田、農舍 地貿板在放置時 必須至少與舊有地貿有相接到一個相同地形 或者與橋樑相接 那橋樑則是可以相接任意地形 每位玩家都有三個橋樑可使用 第三點 因為土地必須先組合成地貿板 才能進行放置 所以玩家必須擁有兩塊土地 或以上才能進行地貿的放置 當玩家的暫存區 皆放滿土地 此時再度拿回新土地時 就必須至少組合出一塊地貿板進行拼放 當如果組合不出 可以符合放置規則的地貿板時 玩家就必須棄掉兩塊土地 玩家也可以在同一個回合 放置兩塊地貿板 只要土地數量夠 第四點 在組合地貿板時 無需在意土地上的圖示轉向 土地上會有六種圖示 有三種為資源圖示 分別為金塊、水榻、玉米 另外三種為行動圖示 分別為牛隻、肝和、夥伴 資源為遊戲結束時的計分內容 而行動為你玩家放置地貿板時 需要立即執行的項目 如果你放置的地貿板有負數的行動圖示時 則是按照牛隻、肝和、夥伴的順序 依序域執行其內容 牛隻行動 依照牛隻的圖示數量 從供應堆拿取對應支數的牛 放置在該土地上 肝和行動 依照肝和圖示 所在的同區域地形上移除牛 在這邊我直接用示範的方式來說明 相同地形相接在一起時 我們就會視為同一個區域 我放置了有兩個乾旱圖示的地貿板 這兩個圖示皆是在峽谷上 所以代表所相接的峽谷區 會立即發生兩次乾旱 因此我必須從這個峽谷區域移除兩隻牛 但是我在這個區域中只有一隻牛 所以只需要移除一隻牛即可 每個區域都是獨立的 所以另外一個區域的峽谷牛隻 不會受到乾旱影響 乾旱效果只有在放置板塊的當下會生效 在後續的遊戲中 先前所放置的乾旱圖示 就不會有任何的作用 夥伴行動 從沙龍板塊上選取一個夥伴 放置在夥伴圖示上 因為沙龍板上的內容 是每一輪結束後才會進行補充 所以如果沙龍板塊上沒有夥伴時 就跳過該行動內容 後續也不會進行行動的補發 夥伴有六種 有主動技能的夥伴 可以在放置的當下 立即發動能力 玩家也可以選擇不發動夥伴的能力 牛仔可以移動你農場上的牛 最多三步 你可以將步數分配給同一隻牛 或者不同隻牛 牛的每一步都是移動到下一格土地 所有的地形中 只有玉米田是不能有牛隻經過或停留的 所以即使是曾經發生乾旱的土地 也是可以放置牛隻的 那牛仔存在於所有夥伴標記的背面 所以玩家在獲得夥伴時 可以從正面的夥伴 與背面的牛仔之間則依使用 有三種夥伴是藍色的底 他們皆是屬於分數型夥伴 在遊戲結束時 會給你帶來額外分數 有兩種夥伴是紅色的底 他們是屬於攻擊型夥伴 在放置的當下會發動其能力 王命之徒 將自己與其中一位對手 交換一塊位在戰存區的土地 偷牛賊 選擇一位對手 偷走他農場上 一隻未被保護的牛 放置到自己的這位偷牛賊所在土地上 所有的夥伴都有一項共有的能力 那就是保護牛 夥伴標記在的區域 該區域上的所有牛 都不能被偷牛賊視為對象 第三步將農場主放置在場中央 還未被放置農場主的土地板塊上 當所有玩家都執行完各自的回合時 就要準備下一輪的遊戲 當如果殺龍板塊上的夥伴不足五個時 就盡可能的補足 切記在三人遊戲時 未被玩家選擇的土地 將會被移除遊戲 從土地供應堆 隨機抽取四塊 以數字大小依序排列 如遇到數字相同時 則是以開出順序排列 排列完後就翻至正面 如果供應區已經無土地板塊了 則下一輪將會是遊戲的最後一輪 在遊戲的最後一輪 玩家如果可以組合出 符合放置規則的地貌版 就必須強制進行放置 當進行完最後一輪時 所有玩家都要檢查各自的農場 每一個土地皆只能放置一隻牛 玩家必須將多出來的牛移除 遊戲的計分項目主要分為三項 區域分資源分 藍色的夥伴分數 區域分必須有牛之在的區域才能夠計分 分數為牛的數量乘以土地數量 以這個為例就會是 沙漠林 峽谷 6隻牛乘以6塊土地 36分 草原有兩個區域上有牛 1乘3加1乘3 6分 森林只有一個區域上有牛 2乘3 6分 農社0分 資源分根據圖示數量獲得分數 以這個為例就會是 金塊有4塊 4分 水榻有7隻 7分 玉米有5根 5分 藍色的夥伴分數 分數為夥伴的數量乘以對應資源數量 以這個為例就會是 沒有絕金人 0分 有兩個獵人 7隻水榻 2乘7 14分 沒有玉米人 0分 總計獲得78分 遊戲有總分最高的玩家勝出 如果遇到平手時 則優先比較區域最大面積 再比較牛之數 在劇本模式有4種劇本供玩家選擇 所有的劇本 玩法皆跟基礎規則一樣 差別在於最後的計分內容 有新增劇本分 劇本1 林間漂流 這個劇本多了一項 伐木區的計分 伐木區的最小組成為 3塊相邻的森林 並且其中至少要有一塊森林 與河流相邻 在計分時 每個伐木區都價值10分 當伐木區大於3塊森林的組成時 每多一塊森林就是多10分 以這個為例就是 伐木區基本的10分 多出2塊森林 再獲得20分 該伐木區總計獲得30分 劇本2 淘金熱 這個劇本多了一項金礦計分 金礦區的最小組成為 3塊相邻的金塊 在計分時 每個金礦區都價值10分 當金礦區大於3塊金塊的組成時 每多一塊金塊就是多10分 以這個為例就是 金礦區基本的10分 多出2個金塊 再獲得20分 該金礦區總計獲得30分 劇本3 不法者 這個劇本多了一項邦派計分 邦派的最小組成為3個相邻的夥伴 且其中一位必須為紅色夥伴 在計分時每個邦派都價值10分 當邦派大於3個夥伴的組成時 每多一個夥伴就是多10分 以這為例就是邦派基本的10分 多出2個夥伴 再獲得20分 該邦派總計獲得30分 劇本4 月合成 這個劇本多了一項村落計分 村落的最小組成為3個相邻的農色 在計分時每個村落都價值10分 當村落大於3個農色的組成時 每多一個農色就是多10分 以這為例就是村落基本的10分 多出2個農色再獲得20分 該村落總計獲得30分 約智爾帕這款遊戲 我覺得是一款在板塊設計上 蠻特別的遊戲 玩家在拼放前必須先將2塊土地進行合併 雖然遊戲的遊玩方式很簡單 但能保有一定的策略程度 數字越大的土地 通常它的價值就越高 但是想要拿取高價值的土地 再選取下一輪土地的順位上 就會靠後 那也不見得高價值的土地 會是玩家當下的優選 要如何選擇還是要看玩家的農場規劃 土地在拿回來後的放置時機 以及夥伴們的挑選 也都是策略的考量所在 推薦給跟我一樣喜歡板拼遊戲的玩家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啦 有喜歡我們拍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並且訂閱一下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